好 這個新型變種病毒Omicron陸續在全球各國縣中 感染科醫師就提醒 未來兩個星期將會是我們的疫情觀察期 李秉穎就說呢 在12月非常有可能從入境的旅客身上 檢驗出這個新型變種病毒 但是只要做好隔離 戴好口罩 社區是相對安全的 然而面對第三劑疫苗施打 專家現在建議主要採用mRNA疫苗 如果非常擔心副作用 就可以選擇BNT 但還是要看指揮中心怎麼決定 新型變種病毒Omicron迅速擴散 六大洲都已經出現病例 進入12月 臺灣即將迎來第一波的春節返鄉潮 國內感染科醫師斷言 極有可能出現Omicron的個案 未來14天 全球疫情都是觀察期 路徑旅客得到Omicron進來 那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至於Omicron會不會進來臺灣的社區 這就不一定 在集蛋白有30個變異點 那導致它BNT的這個data 傳播力可能增加五倍 那它慢慢流感化 所以傳播力強 新冠病毒不斷變異 檢測結果 時因時殃 感染科醫師也建議 可以採取鼻咽減體與深喉唾液減體 交替使用 突破網店 它病毒存在的位置 不過目前一致認為要儘快打上第三劑疫苗 拉高體內抗體 專家建議不論前面 施打兩劑是什麼樣子的疫苗 第三劑都以mRNA為主 指揮中心初步擬定 施打兩劑AZ的人 第三劑 可以選擇BNT或是莫德納疫苗 AZ混打莫德納的民眾 第三劑就選莫德納 AZ混BNT 第三劑就選BNT 又或者三劑都BNT 三劑都莫德納 至於年輕族群比較擔心莫德納副作用 醫師建議可以評估自身狀況 改打BNT疫苗 至於年長者 國內外臨床研究 不論哪一種mRNA疫苗 在年長者身上的副作用都比較低 因此選哪一種都可以 重點 第三劑疫苗要儘快接種 華爾新聞 張多永 台北報導 在運動 梁 plag 弟妹在五個月 在紅聖劑上亦選擇 我們從來